民眾黨徐春英 因為自己是中國籍配偶身份 能不能被列為 台灣不分區立委名單爭議 炒到現在 這兩天徐春英 他是有召開記者會 畫面中這張圖片您可以看到 他在記者會上 是一手拿著自己的護照 還有自己的身份證 表示說 這些都是中華民國 都是台灣的 說自己是一個架槓 台灣人 不過徐春英在這場記者會上 又面對到另外一個問題 原來他被報黑料 說有一名男子出面指控 說他在2021年的時候 本來想回中國換身 可是徐春英就要他的太太 去告他家暴 並且派人介護 將他送回中國 結果導致 他太太在新疆的醫院 被監控三個月 最後是找到機會 才再逃回台灣 徐春英對此回應 說這個爆料跟事實有出入 不過現在因為這些事情 包含像激進黨 民進黨都質疑 徐春英跟中國的統戰單位 是不是有交流密切的問題 五號秀出身份證和台灣護照 強調自己按規定 在台灣取得身份之後 就已經放棄中國身份 不過徐春英又被指控 是個非常危險的女人 爆料民眾端出太太 在新疆的醫院照片 說2021年 岳父騙女兒 可以回去新疆換身 慫恿他寫家暴求救信 目的是要拆散他們 並騙取捐款 導致妻子在新疆的醫院 被監控三個月 好不容易逃回台灣 夫妻倆 才有辦法親自現身說明 當時夫妻倆對話截圖中 先生問老婆 欺負你的台灣人 叫什麼名字 其中就出現春英兩個字 而和徐春英的對話截圖中 先生當時感嘆自己救不了老婆 徐春英則回應 我只能告訴你 為你太太 有這樣的父親難過 他的父親是個小人 徐春英則回應平面媒體 當時是這一位妻子 要求聯盟幫助他回中國 最後回到中國 雙方卻各說各話 而不只徐春英被爆料 前一天開記者會時 身邊的這一位劉倩 也被指控是統戰組織學員 吳欣帶端出照片 劉倩在2019年 在台灣招待貴州省 台聯會長來台交流 兩岸一家輕微理念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只要入配在台灣的活動 都合法的話 我們都予以尊重 以及假如有接受對岸的指示 或相關的資金的挹注 在台灣發展組織的 這些偽異常的行為 我們都會予以關注 也會蒐集相關的資訊 那假如具體的證據的話 我們就會移送到司法機關 來立案的偵辦 民眾黨令委部分區名單 還沒抵定 進入國會殿堂的敏感身份 是否會採線 先掀起熱議 華視新聞綜合不倒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